老闆端上桌的 就是鋪著滿滿芒果 還淋上百香果醬的雪沙冰 另一碗則是淋滿草莓果醬 跟百香果醬 最後再鋪上滿滿野果的 香格里拉口味 這兩碗雪沙冰 甚至只要同板架 請要先問一下 請問一下 芒果雪沙冰只要50元 香格里拉口味更只要40元 一張白元鈔票都還有找 讓民眾一再拜訪 也直呼便宜又好吃 我來兩三次了 兩三次 它是開很久的 對 開很久了 上次也是看到人家介紹來的 對 覺得還滿好吃的 很便宜嗎 算便宜吧 現在冰40塊應該沒 我覺得它的冰 跟一般的冰不一樣 它的冰是香蕉冰 就是吃起來會有甜甜的味道 我覺得非常好吃 這家佛心冰店 已經已夜三40年 有餘味在左營學區 也變成學生們放學 都會報到的消暑聖地 民眾說 這名八十幾歲的老闆娘 幾乎不漲價 芒果冰只要50元 其他口味也都落在40元 雪沙紅茶更只要20元 CP值非常的高 另外在三明區有一家粉圓冰 一個10元銅板價就能消暑 你一半一隻餓了 這都很深深的 這一起都沒了嗎 海面上滿滿的配料 員工完全不手軟的 把粉圓咬進碗裡 一匙 兩匙 三匙 四匙 挖開滿出碗來的剉冰 底下滿滿都是粉圓 就算銅板價老闆用料 也一點都不馬虎 更有外地遊客慕名而來 你是從哪邊來 台北 台北這樣應該會賣多少錢 這樣子小碗 但是三四十 便宜 滿便宜的 怎麼說 比台中便宜 比台中便宜滿多 而且份量很大 炎炎夏日禮 人人都想吃冰消暑 不過現在的冰店都越賣越貴 民眾也說 在這個萬物皆長的時代 還能吃到銅板價的芒果冰 魚粉圓冰 真的是生活中的小缺幸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